這次我入境沒有什麼事 又沒有被人查的 很簡單 進去就輕輕鬆鬆地進去 沒有什麼太大 好像去年問我有沒有做過 身體教育 有沒有接受軍訓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抽檢都會找中我抽檢 這次入境前 在香港又要查書包 因為出境的時候 又在美國出境 有個美國人 有個黑妹 就跟我 拿一張紙不斷打掃我的手 打掃完之後 就放在機器上掃描 不知道什麼掃描 看你有沒有碰到毒品 我當然沒事 有時候就回不來 好來吧 美國現在是不用量體溫的 好像沒有那些 你可以照樣帶帽 出出入入都沒事 暫時好像美國一個 中東什麼 呼吸綜合症都沒有 現在 空氣很好 去到美國 去到美國 剛剛下機 今早一下來 就感覺到差很遠 香港就濕濕 濕濕的 好像 就算美國三十幾四十度 你也不會覺得 很熱 回到這裡 可能二十多三十度 已經覺得 焗到神經 空氣 好像沒有空氣 在美國 有時候有大大地風 晚上溫差很大 早上三十幾度 加上日頭 陽光 曬 晚上一涼 就真的冷 冷冷的 如果你不穿衣服 就失死 肯定冷得有人感冒 你知不知道 在那裏 未適應的人 很容易在那裏 立刻感冒 但在美國 我去到兩次美國 如果你要問我美國的生活 是怎樣 我是一般 神經病 美國 什麼都要開車 什麼都要坐車 我去年也說過 人家說什麼 幾個街口到 所指的幾個街口 用腳程要說三十分鐘 美國的每個地方 都相隔很遠 什麼 一個超市 一間便利店 所謂便利店 不是在你家附近 便利店是要開車 開車去買便利店的東西 例如紙巾 M巾 什麼東西 香港很方便 即是真的下街行十分鐘 有的那些 他們是要 要搞成 半個鐘 開車 快的三個字 那些時間觀念 就是 遇到你開車 我一極到瘋 那開車 可能你們會覺得 嘩 很棒 有些人很喜歡車 有些人是 無車不歡 有車就很棒 經常要看車集資 那些 我一般 但是 如果你駕駛一兩程 可能 你都會說 好 加州風光 你每天都這樣駕駛 包著你想吐 看見你就想頭暈 看到路 駕駛 駛到你的體力都吸乾了 坐車很棒 駕駛很浪費精神 不要說駕駛 你坐著 你都覺得很累 你便自然想睡 然後一到 就到了 你起床的時候 你都不會有什麼精神 嘩 蛤 你覺得 對香港人來說 簡直是天堂美國 我覺得沒有一個香港人會喜歡 除了空氣之外 空氣好之外 沒有一樣東西 或者 房子大 那些地方大 這些比較好之外 真的不是很好 沒有交通工具 你知道嗎 那些交通工具是極難可以搭 那些交通工具